我們又說說中國故事,我們經常說中國向全世界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今天就要說一個比較有趣的故事 近日雲南大學胡鳳益團隊聯合國內外的相關團隊 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可持續性發表了題為多年新度的可持續生產力和生產潛力的研究論文 講述這個團隊二十多年的一些關於多年新度的培育、創新和應用 大家知道多年新度是一款利用非洲長紅野新度和雲南本地品種雜膠培育出來的 是一種創新,外表跟普通水度差不多 但功效自然不同,多年新度的根系更發達,爪地力更強 生命力也更加強,普通的再生度在稻子收割後 再生苗就是由地上的徑去生長出來 多年新度再生苗就由地下的徑翼芽生出來 換言之,多年新度只要你種了一次 就能夠連續免耕,即是說你不用再刨泥了 即是可以收獲多三至四年 基本上是可以減少生產成本 勞動力是一種輕減化綠色可持續的倒作生產方式 胡鳳憶就在報道上也引述了展示一些成品 就說這款是2016年,也挺誇張的 2016年種的水稻去到現在都還在生 至今就收割了13次 簡單來說,多年新度就是割一次又生一次 只要栽種一次,保持田間管理 可能拔野草等 可以實現多年的倒作生產 胡鳳憶教授這個團隊 就在1997年開始探索研究多年新度 經過了24年的探索研究 又將野生種水稻的某些形狀 生態的一些特徵恢復去培育另一個新品種 2016年就開始在田中進行試驗 經過了幾年的試驗中植 水稻在適應性、穩定性、風產性和病蟲的防開 防控性也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目前已經成功培育了多款多年新度的品種 包括多年新度23、雲大25、雲大107 栽種多年新度 剛剛也說到,化肥施用量是生態環保 減少生農 截至今年的10月 雲南有12個州推廣了種植 這款多年新度 同時在海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等地 也有種植 這款多年新度除了在中國種植 也帶了一帶一路的倡議國家 這些完善國家包括 包括魯窩、緬甸、泰國、孟加拉、伊朗、烏光達、埃塞羅比亞等 顯示出這款多年新度極具潛力 為了世界倒作、生產 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向 我自己覺得 這個多年新度是相當吸引 你種一次就可以生產 這麼多次 都是一種幫助農民脫貧的助力 至少他們多產 當然也有可能性 就是價格有機會跌 但是至少你多產 國家的糧食時刻率穩定之後 農民又有多的供應 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銷售的總額都是 只要國家穩定物價 農作價格都可以幫助他們脫貧 當然種子的地位不限於農業 更加是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籌碼 中國就是農業的生產大國 也是種子的需求大國 農作物的種子的年用量 就是100億公斤以上 這是全球第二大的種子市場 雖然我們多年新度的種子技術 非常出色 但是目前也說回現實 我們國家在某些品種上 創新能力都是較薄弱的 例如中國的辣椒、洋蔥、胡蘿蔔、番茄、西蘭花等等 因為羊種子價格比較貴 進口受制於人 有內地媒體也曾經說過 中國的種子必須牢牢捉在自己的手上 因為它等同於農業的芯片 萬一外國人 假設中美關係真的差了 外國人將農業的芯片斷工的話 對中國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也是印證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句話 他說 柔柔萬事、吃飯為大 種子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 之後就在捉緊中國種子才能夠端穩中國的飯碗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的國家確實在這幾年 加大力度發展種子的產業 這個水道也是其中一個得益的對象之一 然後說第二個話題 就說這個俄羅斯外交部消息 印度外長蘇傑申在11月8日前往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進行了為期兩天訪問 他期間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俄羅斯副總理胡斯魯林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俄烏衝突以來 印度外長首次訪問俄羅斯 俄羅斯外交部說俄印雙方會探討的話題 包括經貿能源北極和遠東地區合作 本幣結算等重要問題 俄羅斯外交部也重申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立場 就是構建一個更公平的多極世界秩序 莫方強調實現這一切的前提就是 消除帝國主義國家 也就是說美國應該是在宣傳他 對他國的示意操縱 有比以往 有外界分析認為 俄印今次的會談 就表明了 印度是傾向和俄羅斯站邊的 也是的 你想想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首次訪問 莫斯科 確實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 拜登也應該是比較害怕的 想不到印度和俄羅斯越企越賣 作為南亞地區 這個獨行的國家 印度強調自己不會進行過多的政治站邊 多次強調自身的獨立自主 因此美西方和俄方都想討好印度 令印度現在左右逢源 有更多談判的資本 俄方表示希望和印度構建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 加大雙方在物流運輸上的投資建設 包括在雙方貿易時採用本幣結算 俄方也邀請了印度參與北極和遠東地區的能源建設項目 對於印度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俄羅斯的北極地區佔了大量銅、鑽石、金鐵等稀土元素 俄羅斯的北極地區佔了全國銅產量的60% 至於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也同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生產了俄羅斯百分之九十八的鑽石 剩下百分之二在其他地方生產 十分誇張 百分之五十的黃金 以及俄羅斯百分之四十的魚類和海鮮 這裏也擁有俄羅斯全國大約三分之一的煤炭的存量和水利工程資源 該地區的森林面積佔了俄羅斯森林總面積百分之三十 無論如何也好 看上來印度應該是比俄羅斯 沒有理由俄羅斯戰爭 這個時候怎麼會談俄羅斯戰爭 擺明是雙方有利益關係 例如在本幣結算 因為印度本國貨幣也貶值 勞布和勞比結算 有利於雙方的貨幣穩定性 可以撇開這個美元 再加上北極和遠東地區合作 雙方有得益 也有消息說到俄印也會討論上合組織 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組織的建設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這也是吸引了印方前往俄羅斯進行會談的重要因素 有了俄方的助力 印度在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將會進一步提升 國際影響力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真正走向大國的必要因素 有人說到俄印也會討論俄烏衝突 外界猜測俄印今次會談 可能是烏克蘭問題進行私底下的交涉 印方之前也有表達 印度總理莫迪也有獨促過普京 進化結束俄烏衝突 相信蘇傑昇會再堅持立場 印度選擇在美國中期選舉的時間 突然訪問俄羅斯 真是讓拜登臉色看 但我也相信 你說說烏克蘭衝突 說上合組織等等 我覺得也不是重點 應該都是利益的 如果不是有這麼龐大的政治經濟力 印度不會這樣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首次訪問莫斯科 給美國臉色 還要選中期選舉 印度三哥 不是淡底三哥 印度三哥都會玩 這就是我今日下半段的分享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右邊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 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 中國的新聞和是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 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